挣钱就堵得了呗 这得要完美 芽芽芽芽 要那两位面试得上楼吧 好的 收拾收拾 我先稍等 那啥 你是老板吗 我来应聘的 啊 请坐 五楼好 你说啥 五楼好 您才知道才姓骨呢 我怕那么腻 啊 哎呦 咱那个现在呢 正式开始面试啊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那个五总好 我叫李刺 名牌大学毕业的 然后同业十多年了 就是 也干过销售行业 啊 也干过销售 对啊 那你那个是销售什么产品呢 销售啥呢 卖水平 啊 也那不正符合咱们公司吗 是吗 你那是卖什么品牌的啊 那是卖什么品牌的啊 啥品牌 没牌 自家的 自家品牌 那你看 啥水平 就是 芦碎 知道不 啥是芦碎 大豆腐吃过没 吃过呀 你看 那个豆腐 让这个芦碎一点 哎 之后它就形成了豆腐 你看你看 还老板呢 这都不知道 啊 那个你自我介绍一下名女 我我叫张医生 海外是海外回来的 之前是金儒 喜欢的金儒 现在是来应聘销售经理 啊 应聘销售经理 我也应聘销售经理 这样啊 我出道题 你俩呢 谁能打算上来 然后呢 谁就被录用 好吧 哎呀我的妈 干这些年活 也没听说 面个室还得考题的 上学员呃 你这想画点那么密呢 来 我不见你这 你面向 明码大学毕业的 一分钟之内推销 三千瓶水给老板 来吧 这个 李四啊 回答一下吧 啊 那个 老板 你看啊 咱家是销售水的 我那块儿有一匹水啊 这个水呢 正常 零售价是五块钱一千 然后 你看啊 我给你进货价 两块 你的净利润 达到了三块 那利润 一半还得昏 贼挣钱 收了呗 你这个方法呀 你这个方法呀 我认为 不是那么特别完美 挣钱就得了呗 非得要完美 一瓶矿泉水 正常卖价就两块 啊 你推销给我两块钱 我要叫我卖五块 你得说呀 咱给个水 喝完好 喝完能长寿 你这么沉啊 啥水啊 啊 哪有能喝完长寿的 哎呀你就卖吧 有信的 那你这不是欺骗消费者 你这绝对不行啊 这样 这个叫张家呀 你来回答一下个我的问题 我觉得不用一分钟 那么长时间 三十秒就够了 我准备为您策划一场交流会 因为您是销售行业中的佼佼者 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其他地方不用说 从东北三角来讲 就会到场几千人 如果一个人喝两瓶水的请诺价 您这三千瓶水恐怕还不够 哎呀 要我问你 行 恭喜你啊 被录用了 你还想玩 这就录用了大家 啊 那我也会呀 你会啥呀 你会点豆腐 卢不碎点豆腐是吧 啥意思不用我呀 去回家做豆腐去吧 去吧 行 我回家做去 完了 卖了 没有用 恭喜你啊 张家 完了那个 明天早上八点来上班啊 豆腐 你 你得说呀 咱那个水 喝完好 喝完能尝醋